我是張哲隆 我從事影像創作大概要十年有遇了 很早以前還是用底片的時候 如果是我媽媽說拍照一定要拍到人 那對他的眼睛這樣才是有價值的 我哥哥他買了比較初代的Sony的數位相機 大概只有兩百萬畫素的那個時代 他後來就借我使用 就是你即時獲得 然後你即時想要做什麼樣的行為 他就可以呈現 那時候剛好有一眉船系 所以我就去修了影像創作的課程 那邊就有一個啟蒙我的老師 陳文綺老師 就是拍攝成沒有頭的樣子 就是他可能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的頭不見 這個是我早期的創作 失戀以後你就會覺得你的熱情就沒有地方可以投注 然後那個熱情沒有地方投注的 就好像頭斷掉一樣 然後你就尋覓不著 要進入藝術的開門專 應該是我研究所拍的一個系列作品 叫做農家樂這樣 建築的過程都拍攝下來 但是拍攝下來的過程 就發覺他的一些公式的形成 就很像原本在做農事的一種過程 譬如說我後來拍到那個 鋼筋插到地上以後 應該要固定住了 但是因為我研究所在台中 他風比較大 台中的風夜裡在吹 然後就發覺那鋼筋有微微的在搖曳 然後就讓我想到夜裡的央苗隨風搖曳 所以我就拍成那個夜央 就是農家樂的 我確定要進行這個創作的第一張照片 這樣 但無暇的愛的第一件作品就是 從知名的情色卡通夜情病動裡面的圖像衍生出來的 動漫對我們這一輩的人而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結局就是血流如柱的悲劇 所以我就把我的情感投射到那裡面去 所以就創作的第一件作品 叫做卡通床 蘿莉就是小女孩 然後蘿莉就是我們已經成長到過了蘿莉的時代 但是我們內心還是希望追逐那個純真的一面的這樣子 發光體型 其實它就把iPad裡的圖像去掉 就變成是發光的一個平板這樣 就變得更沒有符號性 更無所適從 就是表達我心裡的狀態 古人的系列就是平板中的角色是古代的 可能是老的照片 或者是老的那個人物化的風格這樣子 像這是眷村的住村 就是我用了他們原住戶留下來提供的照片這樣 然後再請原住戶或者是參觀民眾來接融這些畫面 攝影對我而言其實就是一種創作的工具 因為它很直接的就反映出我想要傳達的一個畫面 人的臉就是最符號性 最可以辨識它的身份的一個角色 譬如說一開始沒有頭 它可能就是你這個角色真的被消除 因為你失戀然後就真的無所適從 其實我一直到後來都是在進行 有的時候是有一種悲傷 無所適從的情緒的狀態這樣子 感谢观看